圆珠不打孔变成手镯 一个客户我们借了两颗圆珠 让我帮他设计 市场上大部分中间打个孔固定 就变成一个手镯了 不打孔就得花费一些心思 但更大的挑战是客户 先把他随心所愿 采演一些是温柔 这个情感融入这次手镯当中 烧脑细胞啊 但同时呢 这也是一个挑战 化粗的时候 难题就出来了 怎么排列 我们尝试了很多 本来想着很快就完成的设计 过了很长时间 嘴中抬一眼 皆是温柔的眼睛 为我们找到的人感 用凤年果来呈现 两个凤年果相依相伴 这种形式就出来了 找到形式感之后 我又一位大功告成了 制作的时候才知道 温期刚刚开始 这个鸡膜倒出来以后 发现不对 果实让人感觉到很蠢笨 整体协调不好看 就飞起来 又冲心在做 反反复复折腾了好长时间 客户是极其不满意的 本来想着一个月 又登了一个月 还没有成品出来 着急了 真的差一点 客户就要放弃了 看似简单的设计 制作的过程当中 从造型的变化 筋的控制 手上的手感 它的完美性 都要一点一点去符合这些要求和条件 这个作品翻番复复四到五次 对于客户来讲 其实前两次就可以交差了 因为客户心随所愿是做到一个独特的作品 但我们总觉得它不够期 对于我们来说 心随所愿是什么呢 是我们不但挑战我们的创造力 我们还能够让每一件作品变得更好 这样我们抬眼才有可能 就是温柔